8月2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,在北京同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举行会谈,新华社图新华网, 北京8月20日消息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,20日,在北京同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举行会谈,王沪宁表示,当前中越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,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副总书记,2017年,再次实现历史性互访, 为新形势下中越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,规划了蓝图,近年以来,中越关系又呈现出许多新形势,新变化,新亮点, 希望双方聚焦贯彻落实两党总书记中央共识,切实发挥两党高层交往,对中越关系的政治引领作用,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持续健康,稳定发展。 王沪宁表示,在以习近平通知,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中国党和政府一挂作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越关系, 认同越南党和政府一道,把养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, 对中越传统友谊不断传承好,巩固好,发展好,推进中越关系,双方要加强高层交往,增进政治互信, 好视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根基,加快推进中越各领域,务学合作,改善中越关系民意基础,维护南海局势和平稳定。 陈国旺表示,越中两党关系对越中关系发展,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。 中共十九大之后,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出访就来到越南,同阮副仲总书记指导越中关系,得到新的全面发展,令越南党政府和人民身手鼓舞。 巩固,加强,深化越中传统友谊,是越方的一贯坚定立场,中国是越南对外关系的头等优先,越南当时终坚定支持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强大,希望同中方一道,并持十六四方针和四号精神, 深化制党制国经验交流,加强各领域,务实合作,妥善管控分歧,共同建设阅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,双方还相互介绍了各自国内形势和党建情况, 原题为王沪宁同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举行会谈。 在前面前,我们继续将葬ろう preferences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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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